Hello,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跟进一下大陆的疫情, 因为为什麽?早前,猛禁放消息出来, 就是说20大之后,大陆疫情的管控措施 就会相对放鬆,接着又会影响香港, 不过现在看情况,大陆的疫情就越起了, 这个你说很自然科学上的疫情管控、病例增加, 我们不在这方面去讨论或质疑, 不过我经常讲,很多你视为天灾的, 到最后真的变成人祸,为什麽呢? 最近国内有几宗新闻跟疫情有关的, 很值得注意的,就是内蒙古呼和浩德, 已经最少有两宗案件是因为疫情而导致, 最低到现在表面证据全部是跟疫情有关的, 两位人士堕楼死亡的, 跟着官方承认了一宗, 跟着公布了调查结果了所谓, 还有其他的那些, 另外一宗官方未有公布, 但他没有否认, 还有其他的那些不知, 除了这样之外, 广州这个丰区,珠海区等等, 又搞到大家好像逃难那样, 跟着北京开完两会,应该什麽都相对松一点, 跟着北京还刚刚举行了马拉松, 几万人参加, 跟着全部不用戴口罩的, 但是北京另外一个与疫情有关的新闻, 就是离开了北京去了另一树的, 不是出国, 去了另一个地区,返回北京, 结果裡面很多人弹枪, 所谓弹枪即是说他去了一些地方, 有些是所谓的高危地方, 中危、低度危险的疫情, 甚至上有些是没有疫情的, 结果有很多人去完那些地方, 回北京全好了, 但是那个出行马, 砰一声出来,是弹枪的, 不可以进入的, 他们去的那些地方, 完全都没有疫情, 没有新闻,没有什麽的, 怎麽知道回到北京都不行, 被拒于北京城外, 包括了有什麽呢? 包括了红二代, 这是最新消息来的, 红二代其中有一个人叫陶思亮, 老一辈认识他了,香港人都很熟他了, 他就是陶驻, 以前广东省委书记, 文革那时候, 不过他很早过身了, 陶思亮算是第二代, 他自己本身也是在统战部, 做过一些都算中高级人士, 对香港搞统战工作的, 他那时候,因为他爸爸老实讲是被毛泽东那些害死的, 当时的政策, 跟着他爸爸平反了, 所以红二代包括陶思亮, 在大陆都算有些影响力了, 跟着他自己本身也是跟习近平那辈子, 当然大家走两条路,他最近去完北京以外的地方, 两公婆返回北京, 他去过的地方完全没有疫情的, 结果他们都不能进北京, 他说第一次感到有家归不得那种的切身感受了, 除了他之外, 大家都很熟悉一个人胡锡进, 即是时代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总编辑退了下来, 他都说现在这种疫情处理得不好, 他不要讲得那麽直接, 不过另外一个人, 那个人叫周小平, 周小平是什麽水来的, 香港人不很熟, 但是大陆的小粉红, 或者香港的小粉红, 就一定很熟悉他了, 周小平说什麽, 他大闹现在的防疫政策, 当然不知是什麽问题, 因为他自己或他的亲戚朋友有问题, 结果他过去不断, 很多小粉红支持国内政策, 现在他都出来闹, 闹得比胡锡进更紧要, 证明那个高压的情况已经是相当引起不满了, 我都说稳定没有人反对你的, 你从个检疫人民健康的角度是没有人反对你的, 不过现在出现了就反映了中国政治滞后, 或者在二十大之后的情况没有改变, 那个气氛没有改变, 于是出现了很多由天灾变成人祸, 或者行政失当的情况出现。 好了,刚才讲完那些之外, 大家看看反映出来的问题是怎样了。 好了,第一件事, 大家有没有發觉, 其实是官方高层裡面的政策是自伤矛盾的, 自伤矛盾的。 他说,不是,我们讲了执行得好就没事的了。 好了,先讲他们怎样自伤矛盾先, 第一,他说现在一定要坚决执行动态清零, 或者社会面清零, 或者是静止清零,好多。 好了,讲完了之后,他跟着看到社会反弹, 于是又是从高层中央部门落个order, 说反对一刀切, 你落一个大的网, 所有人都要在这个网裡面做事, 你跟着看见一些个案, 大家民意反弹很大, 于是说反对一刀切, 跟着他提出, 我们是要精准去执行政策, 你这些全部是虚无缥缈的, 大家怎样去理解你的, 这就反映中国官场文化了, 将那个责任向下推的, 上面那个来讲, 你承接上面那个责任的时候, 你其实想到很多办法, 将你的责任推到下面, 跟着刚刚上个星期, 是举行了一个发布会, 讲什麽叫做反对一刀切, 讲什麽叫做精准, 跟着在那个会裡面, 大家看看应该没有删的, 因为这是官方的发布会, 裡面的官员就说, 用他的原文, 他说我们要精准地做好防疫管控疫情防控工作, 不过那个官员、发言人坐在那里, 讲到明我们要坚决整治, 第二,这个层层加码, 哇,现在看见层层加码它要整治, 但是跟着出现的来讲, 下面出现什麽事, 一追究上去的时候, 跟着层层射杂了, 那射杂的地方在哪裏呢? 我举回呼和浩达那裡来, 现在看到的资料, 网上很多山的了, 就说有个人士都很惨, 他堕楼,跟着他女儿发觉妈妈出了事, 于是就不断去求救, 怎知那个小区裡面的门封了, 因为它防止那些人出去, 于是就说是烧刊的, 烧刊不就是封了那些路, 将那些路收集, 跟着救护车来到, 都好似搞了相当长的时间, 到最后是失救的。 这件事引起呼和浩达, 裡面很多人, 与之全国其他好人都很不满, 觉得这些完全是官僚主义, 官员就说不是, 我完全按照政策来做事, 跟着现在官方有调查报告了, 调查报告出来用它的材料, 它怎样讲呢?它现在是指那些办事人员, 没有警觉性等等, 但是指责那些办事人员没有警觉性是指他什麽呢? 就说,其实你应该知道, 现在出事的事主, 他本身精神情绪是不稳定的, 你们不要及时上门劝指他, 他意思是指他跌了下来, 你没有及时, 你便知道是有件这样的事, 有个这样的个案, 你没有及时上门劝他, 没有做功夫。 这一个呢? 你从这个事实裡面去看, 责任其实应该是政策, 政策就是谁人做到现在那麽多人的困局情绪, 就是你的政策来的, 你的政策下来, 你就好像无铃两可那样, 我们要你平衡, 你灵活执行,不要刀切了, 但是一出事的时候, 现在全部被设职, 那些是基层裡面的干部来的, 高层永远没有人负责的, 中层就是因为他有个机会射到下面, 所以今次呼和浩达裡面第二个, 调查完了, 发觉另外一个问题是什麽呢? 就是120国内的叫换十字车的系统, 就是因为你那些人的十字车调动得不够灵活, 你已经很好吸收教训了, 从来没有讲过制度, 从来没有讲过那些人的精神状态, 是你叫封控政策造成的, 这些官员不敢指出现在问题所在的, 而上级,我们不是挑拨离间, 我只不过将这些事情很实在感, 你们去贴地看到民情, 没有人能够改变现在的政策, 因为现在的政策是跟那个决策权威性挂了勾, 你去到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医学科学的纯粹这些问题了, 而是有很多的政治文化运作在裡面了, 所以去到这裡的时候来讲, 已经出现了你的责任令到下面将那些责任层层向下推, 推到最后无可再推了, 就找人出来顶盪, 这个情况其实在当年武汉已经出现了, 大家看看当时李文亮有疫情, 希望能够互相去提醒, 结果就是一层一层内部就一层一层向上去到中央, 但是中间已经拖延了多少时间, 好了,地方或者要防疫了等等, 结果李文亮就是这样牺牲了, 跟着还有就是到到说为何训斥李文亮, 训戒他当时, 后来李文亮在白皮书裡面又提起他的名字出来, 但是整个责任其实就是你上报, 跟着你的政治文化是按住他, 不准这些假消息的, 到最后找哪个顶盪, 就是找武汉一个派出所裡面, 一个人员,算是公安派出所裡面, 说他这个是训戒李文亮, 跟着就影响了整个疫情, 现在你摆出来, 我们不是说要哪些人头落地, 或者你那个政策, 现在你已经去到一个位, 是令到已经出现了很多社会上普遍的反弹了, 去到这裡的时候, 你的政策是不是要灵活一些呢? 现在大家都预期你二十大之后就会鬆, 但结果现在又不是, 跟着疫情, 大家参一下你的数字, 你的数字都是上升着, 跟着大家就问, 现在红二代都出声了, 陶思良没有政治问题的, 他写过一些文章都很有影响力的, 他又不会去到任志强, 大家还记不记得任志强是谁? 任志强跟习近平同辈, 他甚至上是做过帮国有企业赚钱很多东西, 到最后就是因为他那个政治态度很清晰, 到最后判了十几年, 涂施亮连这些都没有, 涂施亮很八十一岁来, 他已经是很平静, 只不过今次他都谷着道气, 去到没有疫情的地区, 回到北京都不能入, 这些来讲, 已经是地道的矫枉过正了,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这个是看见中国官场的另外一点, 就是如果上面压下来, 有得卸的当然卸, 没有得卸的那些来讲, 就只能够以退为进了, 就是怎样呢?上面点了名,骂你, 于是你马上道歉, 但是你是, 那个道歉不是对当事人出事, 或者受伤受死烂那些人, 这个具体郑州,大家来看看是, 郑州、深圳都被电名, 郑州马上就说,对不起, 我现在一定要做好, 它这个卸了上面的力, 但是没有改的, 郑州最近连续下半年都很多事, 那个大水,隧道裡面冲死了多少人, 不知道,官方很少而已等等, 现在只能够听官方消息, 我不是说将这些东西拿出来, 而是大家看看郑州发生过不少事情, 到最后官场那个集气,有没有改了呢? 所以现在来讲, 大家只能够是讲做好自己的事, 跟着看看经济搞不搞得了, 我迟些我会再将大陆和香港经济的情况, 再做一些分析, 刚刚国际金融会议开完, 但是你很多是很贴身的疫情问题, 香港现在大家零加三, 何止是零加零, 商界的声音已经很清楚了, 但是你又要跟国内那个政策互相配合, 它的用词用语不是说要听国内指挥, 不是,它要跟国内配合, 要全面考虑, 大家很直接看你的行动是怎样的, 所以关心国内的民情, 关心国内大家的感受都很紧要的, 是吧? 所以希望在这一个民怨已经慢慢上升, 连红二代小粉红都觉得不行了, 胡锡进平时听你所说的, 他现在都觉得有问题了,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快快脆脆用行动来拉近民众的距离, 这个才是苦底抽身的方法,是吧? 好了,今天跟大家交流到这裡,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讲些大家很关心经济问题了,拜拜!